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八分电影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部电影《烈日灼心》 这是曹宝平导演的作品 几大影帝同台标系,看起来十分过瘾 讲述了三个兄弟参加了一场震惊社会的灭门惨案 成功逃逸之后洗心革面,最后被警察抓捕的故事 故事的开始是用叔叔的形式讲述灭门惨案 黑白的画面似乎在讲述这段案情的悠久 三个人匆忙逃走,小枫一直想要回去 谁也不知道他到底想找什么 七年后,三个人过起了正常的生活 阿道成为了一名出租车司机 小枫坐了一名协警 陈比绝成了一名渔夫 似乎七年前一切未曾发生过 只是多了一个被收养来的孤儿小女孩 一天雨夜,出车的阿道遇到了三个劫匪 危机时刻被路过的警察伊古春发现 阿道并没有告诉伊古春三人是劫匪 只是说三人是老乡 经常蹭车,趁机把三个人赶下车 阿道觉得事情不妙,便给小新打电话 这时小新派出所新来的所长上任 新来的所长就是伊古春 但阿道和小新并不知晓那个警察就是伊古春 小新感觉新来的所长是个狠角色 于是搬出了宿舍,和阿道租了房子住在一起 房都很古怪 小枫和伊古春出警 伊古春顺便看了一眼 就察觉对面的车内是一窝作案团伙 小枫在行动中表现得十分激进 与伊古春配合得很默契 小枫感觉伊古春的直觉太厉害 打算辞职 可是伊古春却觉得 小枫各方面十分优秀 拒绝了 房东原来是个偷窥者 他在住户房间安装了窃听器 偷听访客的谈话 阿道三人合计 把收养的小女孩尾巴送人照顾 以后也好有个寄托 小枫和伊古春的行动 被下水道卡住双脚 伊古春在恶瘦的下水道 把小枫捞了起来 两个人情意逐渐升温 出警结束已经深夜 小枫决定回到岛上 给尾巴取小鱼 意外的是伊古春开车 送小枫去小岛 二人一路攀谈 伊古春聊到 七年前自己经历的一个大案子 正是小枫犯的案子 小枫一时慌了神 突然急刹车 引起了伊古春的注意 小枫有抹指纹的习惯 当场在案发现场 唯一留下罪证的指纹证据 是一块玻璃项链 两人够怀心事 小枫来到岛上 发现鱼已经死了 其实这也是个暗示吧 鱼死了 他们的命运也就像这条鱼 也快走到了尽头 阿道在买烟的路上 遇到了一伙抢劫犯 阿道带着被抢的夏夏 追到了抢劫犯 但阿道在争执中 被劫匪划伤 阿道做事不留名 趁机溜走了 阿道和小枫决定 把尾巴送走 三人离开厦门 三个善良的人 注定不会这么轻易地 抛下孩子离开 尾巴得了心脏病 很严重 三人放弃了逃跑的机会 夏夏是一股春的妹妹 四人在医院相遇 夏夏兴奋地告诉一股春 是阿道救了她 还询问了阿道的伤口 这时有人跳楼 一股春和小枫一起出警 阿道开车送夏夏回家 一股春也了解到了 尾巴是他们收养的气婴 并且得了心脏病 小枫救了跳楼的人 跳楼的是个台湾富商 一股春找到了之前 参与灭门案的师父 师父告诉他 传言死去的女孩 有个孩子 自此以后 夏夏经常探望住院的尾巴 还帮助兄弟三人照顾尾巴 而他也对阿道生了情愫 一股春也在暗中调查 阿道三人是否与灭门案有关 小枫察觉到了一股春的行动 小枫找到了救过的台湾商人 每日二人都出去鬼混 一股春跟踪二人 发现小枫和台湾商人发展成了恋人 小枫后来告诉一股春 他是初中开始知道自己是同性恋的 一股春完全打消了对小枫的怀疑 夏夏对阿道表白 阿道拒绝了夏夏 并告诉了夏夏 自己把命给了他 去问他哥哥吧 夏夏翻遍了哥哥的屋子 以为阿道和小枫是恋人 夏夏第二天约了阿道 一股春跟着夏夏来到了小枫的住处 在他住处发现了房东的窃听器 听到了阿道和小枫的对话 确定他们就是灭门案的凶手 小枫和一股春出警 小枫在危急时刻救了一股春 一股春对小枫说 放手吧 去自首 最后两个人躺在天台上抽烟 小枫被带走了 台湾人找到了一股春 并告诉了他 小枫和他的时候是第一次 一股春明白 那一切都是小枫的计划 小枫被注射安乐死 导演也是温柔的 至少他死得还很安详 不久后警察抓了两个人 两人交代参与了很多大案 包括之前的灭门案 原来人并不是小枫三人杀的 但是三人还是选择死去 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去面对尾巴 尾巴被一股春兄妹收养 好了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明天呢 感谢观看